自由广场,都市更新社会企业 蔡森然 媒体报道,正义国宅都更暗示目前台湾历史最久,过程最为复杂的都市更新案将于2021年完工,建案名为Diamond Towers,住宅每平开价2000万至280万元间,均价落在250万元,可谓是东区住宅新地标 都市更新可增加台北市新城屋的供给,进一步平稳新城屋的房价 个人建议,台北市精华地段,应该鼓励建商成立都市更新社会企业,公益都更实施着,让地主一次明白改建后的效益及权益 同时把屋主的风险全部承担下来,利用专业邀请金融建经单位提供透明的续建机制及保证完工条款 同时允许进入都更程序的后段,可让地主选择维持原协商合建或转入权力变换合建 地主选屋后的渔屋,配合台北市包租贷管政策,更改房型,完全不对外销售 由公益都更实施着及资产管理公司合作,增加出租型社会住宅的供给 上述公益都更是笔者的创新,请中央及台北市政府参考 建议政府们不要好大喜功,只专注在大型的样板都更,要有完善可普及的都更创新 让公益及私利同时兼顾,全体地主,政府和协力厂商共力共荣 作者为政论作家,台北市民